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故事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穿越 而是女主的大智慧 独立且有自己的底线 一路逆袭靠的不是他人的扶持 而是自己的能力 因剧版去掉了穿越情节 所以剧情上做了些许改动 讲述了姬曼自幼在海房长大 不料一次入京游玩发生意外 醒来时自己竟摇身一变 成为了墨玉侯府宁玉轩的夫人聂桑鱼 然而这并没有让姬曼坐享清福 因聂桑鱼虽是宁玉轩名为正确的嫡妻且家世显赫 但却因之前一系列的任性妄为 被宁玉轩点为了连下人都要欺负的侍妾 而宁玉轩竟然还火速迎娶了新的正妻温婉 姬曼一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困境中逆袭 最后让宁玉轩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自己 然而此时姬曼的身世被揭晓 她的亲生父亲也是杀害宁玉轩之父的茶帮首领 面对父辈的恩怨然也会如何角色呢